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是104度 而明天的高温将飙到105度 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请您要多多的注意 因为在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温度节节升高 我们并没有因为在过去这几天好像有下雨的机会 然后温度就真的缓和下来 也缓和了不过就是几度而已 也不过就这么两三天 现在温度再度又飙到了三位数字 而且还会破记录到104 105度 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要特别的注意 所以再次借我们的新闻一开始 先提醒大家在这一方面请您特别的注意 好 接着我们就来看新闻 第一个能看到这是在关于阿拉斯加方面 总统拜登政府就在昨天宣布了 将会禁止在阿拉斯加广大的地区进行新的石油 还有天然气的钻炭 这个地区对于原住民社群是有重要的意义 它也是一个具代表性动物物种的棲地 美国政府是在今年稍早做出了一项争议性的决定 批准能源巨波就是ConocoPhillips 我们叫它康飞石油公司 在阿拉斯加的钻炭计划 这项新的禁令涵盖的是 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的430万公顷的土地 也相当于全面积的40% 这个地方是灰熊 北极熊 北美巡鹿 还有数十万猴鸟的重要生态区 美国内政部也说 要取消前总统川普所授权的 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 剩余7项石油和天然气租约 这个保护区位于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的东边 同样的它坐落在阿拉斯加的北坡 在阿拉斯加州两名共和党参议员 则是猛烈的抨击白宫 说白宫现任总统拜登 正在破坏美国的能源安全 那么在尽管总统拜登的声明 是高调展现他的行动 不过在华府方面 还是因为批准了康菲石油公司大型开发案 遭遇到环保人士的猛烈抨击 接着我们再看美国联准会 所以现在他的准备理事会主席 已经由杰弗森确认为副主席了 在联邦参议院昨天是以88对10票的情形 确认了杰弗森担任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的副主席 显示在决策者接近对抗通货膨胀的 分水岭的这一个时刻 联准会的二把手 获得的是跨党派的广泛支持 在现在 杰弗森和康菲呢 他们都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一位参议员也确认了康菲 连任联准会理事 两位都是长期从事学术工作之后 他们在2022年的5月成为联准会理事 杰弗森的新的这个职务 意味着他将会和联准会主席鲍尔 以及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 威廉斯要密切的合作 参议院多数议员昨天投票 确认世界银行现任执行董事 库格勒担任联准会理事的人事案 也为这个人事案铺路了 接着看到呢 另外一个在政坛方面的这个人选 这是副国务卿选曼 7月就要退休了 国家安全会议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 现在成为总统拜登的副国务卿 主要候选人 根据报道 在拜登执政的头两年半的时间里 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康贝尔 是一直大力倡导 对中国方面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态度 康贝尔在欧巴马任内担任的是国务院亚太主卿 他也是战略顾问公司亚洲集团的创始执行长 而且还在华府大使馆圈以及亚洲各国的外交部当中 他可都是响叮当的数一数二的人物 如果他担任副国务卿 康贝尔将会处理美国和中国任意复杂的关系 也因为华府现在试图走钢索 限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扩张和影响力 同时继续和北京在贸易基础科学的其他领域合作 而美国国务院目前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这个任命案还需要获得参议院同意 而白宫则拒绝发表任何的评论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昨天突然访问乌克兰 他宣布将会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 就在同一天乌克兰东部城市的市中心 还遭遇到俄罗斯军队的袭击 结果最少17个人死亡 欧盟也谴责这是蓄意攻击平民 应该是战争罪 布林肯和乌克兰的总统泽罗斯基会面时 也重申的是华府支持基辅为解放乌兰和乌东领土 所进行的作战行动 布林肯也在记者会上宣布 美国将会祭出新一轮大约10亿美金的援助方案 其中包括了6亿6,550万美元的军事和民间安全方面的协助 下边我们再看的这是根据报道 美国的联邦传播委员会FCC的主席 现在要求政府安全机构应该考虑要宣布 上海遗远通信技术和广和通等中国企业 对美国构成无法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 共和党籍的联邦众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和民主党籍众议员克里什纳穆希 在上个月就要求FCC应该考虑把这两家生产 风潮式网络模组的中国公司 纳入所谓的涵盖名单当中 联邦资金在依美国的法规规定 是不能够用来向名单上的公司购买设备 而FCC也不会授权 向可能构成国安威胁的企业采购新设备 那么在罗森沃塞尔是在9月1号 他致函联调局 司法部 国家安全局 国防部等机构转达了议员们的要求 那么在这个信件中说 FCC委员会是乐界有机会合作解决这个威胁 包括考虑将上海医院通信和广合通的设备 纳入涵盖清单当中 上海医院通信和广合通两家公司 也还没有回应在媒体方面的这个纸评 另外在微软聚播 软体聚播Microsoft微软 昨天就在他的这个blog贴了文章表示 在近来曝光的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高阶官员 遭到中国骇客攻击的事件 是源于微软一名工程师 他的公司账号被害了 微软说这名工程师的工程师账号 名为Storm-0558 骇客集团入侵 就是遭到这一个骇客集团入侵 而Storm-0558 据称是窃取了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以及美国国务院亚太驻清康达等 美国高阶官员数十万封的电邮 好 新闻方面 我们再接着看到来自 这是纽约的消息 英国和美国都分别传出粤语案 而在现在呢 在美国宾州的一名杀人犯 越狱六天 警方还在持续追捕当中 他们怎么样子越狱的 不约而同 无独有偶的 他们都是藏在餐车的底部 然后成功脱逃 所以呢在现在呢 不论是在宾州 这名脱逃的囚犯 或是在英国的这个越狱案 囚犯脱逃都是一样 在餐车的底部藏在那里 然后逃狱出来成功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是 美国前总统川普 否认他自己曾经在 1990年代性侵专栏作家卡洛尔 甚至出言毁谤对方 现在美国纽约法官昨天再次裁地 川普要为毁谤罪名负起法律责任 而且对他应支付多少赔偿金 要做出裁决 川普现在拯救5月9号陪审团的裁决 还有联邦地方法官在6月29号 拒绝驳回当前诉讼的决定 向联邦第二次回省诉法院提出上诉 那么在5月份的民事审判是裁定 川普必须向卡洛尔支付500万美元的赔偿 还有惩罚性的损害金 接着看到这是关于现任总统拜登 看到就是美国检察官 在昨天提交的法庭文件当中表示 对即将要寻求在9月29号之前 就没有缴交联邦所得税和 非法拥有枪支等罪名 要对拜登的儿子Hunter Biden提起起诉 8月份被司法部长贾兰德 任命为特别检察官的Weiss 在文件中说 政府将根据迅速审判法 在9月29号期限截止前 寻求大陪审团起诉 朋友们这是带给大家 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剑 焦点接下来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请和我继续一同关心 首先我们看到的呢 这是在关于在东亚峰会 东亚峰会呢 由美国的副总统贺景丽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俄罗斯外交部长 在7号就在印尼东亚峰会聚首 这场峰会将会为这三个国家 进行的是直接高层的外交会谈 提供的一个难得的机会 在G7在这个礼拜举行峰会之前 这一场18个国家的会议 也会让北京和华盛顿有所接触 而在昨天呢 这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也提出警告 主要大国必须管理其舰 以避免新冷战 随着在美中试图控制 针对像是墨西哥的关系 进逐太平洋的影响力 还有台湾等议题 再次爆发紧张的风险 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官员的互动 也受到密切的关注 而在美国和欧洲官员 在7月部长节会议上 也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谴责了俄罗斯外长之后 在这一次东亚峰会 也会是美俄高官近两个月来的 首次同台 南韩总理尹锡瑞 在今天就在东亚高峰会上 他呼吁所有联合国的会员 应该遵守安理会制裁 北韩的决议 他特别说 通过决议的常任理事国 责任更大 也被认为是针对持续 为北韩发生的中国 与俄罗斯 是针对这两个国家 那么尹锡瑞在会中 把北韩的核 还有就是核弹 还有飞弹的开发 成为瞄准 而且可能打击今天 所有与会国的实质存在威胁 他强调 国际社会必须展现出 比北韩开发核武决心 更为坚定的一致 而地缘政治紧张之际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在出席东协峰会的会议时 也说 东南亚国家关切 关切的是中国跟美国 如果发生了误判 恐怕把区域推向严重的冲突 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 应该要继续的维护 各国在南海的航行 还有飞行自由权力 接着看到在日本 首相岸田文雄 在峰会上发言 他表示 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 要为建立一个稳定 建设性的中日关系 共同努力 他表示 尝试在各个层面 与中国进行密切的沟通 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与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也都出席了峰会 那么岸田和李强 也在昨天在峰会场边 短暂的交谈 双方就辅导第一核电厂 核处理水排放入海一室 交换了一届 那么在这一次的峰会当中 在这一次 就是中日的交谈当中 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则也是就是 谈到了对于日本 辅导核处理水的问题 他阐述的是中国方面的立场 好 接着我们就 再看其他方面的新闻了 我们先看到澳洲总理 爱班尼斯在今天证实 他将会在今年稍晚 访问中国 而在坎培拉当局 现在正在寻求 稳定与北京之间的关系 接着呢 再看到的呢 就是在世卫组织方面 则表示就是 孟加拉现在面临 史上最严峻的 登革热的疫情 已经从4月爆发 有650人死亡 专家则认为呢 就是气候变迁 是造成疫情猖獗的 主要的原因之一 好 下边我们再看到的 这是北韩的报道 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刘国中在这个礼拜 稍晚 他将会率领党政代表团 访问北韩 参加北韩建国 75周年的庆祝活动 那么对于中国江派 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刘国中帅团访问北韩 出席北韩的国庆活动 那么在南韩政府 官员在今天分析 则认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团 比起前 比以前是降低了规格 有可能是对于 韩美日加强合作 有所顾忌 好 我们在新闻方面 也看到在新德里的报道 有知情人士说G20 20国集团已经同意非洲联盟加入成为正式永久会员 这个举动将使得非洲联盟从目前的受邀国际组织的身份 提升到与欧洲联盟同等的地位 在非洲联盟目前它拥有55个成员国 最后则看到墨西哥时的报道 墨西哥最高法院 昨天推翻了一项把人工流产视为刑事犯罪的联邦法律 维持先前认定堕胎罪违宪的裁决 同时也允许联邦医疗系统为堕胎提供服务 好的朋友们 带给大家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你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国际新闻和美国新闻之后 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我们再带给大家将是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报道 而在休息以前 还是借这个机会提醒您 就是New Smile Implant 直牙中心现在特别推出的是 免费X光断层检验和咨询 那么两处诊所在Galleria和中国城附近 要享受免费的CT scan X光断层检验和咨询 请您要电话预约346678 9879 346678 9879 好那么在下边稍稍休息一会儿 然后我们再关心两岸方面的报道 先看到来自上海的报道 有评论指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他不出席G20印度峰会 这是对美国的适度施压 而不设外交事务及对外宣传的中国国家安全部 日前近视发文谈论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 这样子的情形显示的是 美国和中国关系的前景现在看不到乐观的这个情形 而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也在昨天下午在雅加达 借出席第26届东协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表达的是中国方面对日本把核处理水排海的立场 要求日本方面要以负责任的方式来处理核处理水 李强说呢 在东协十家三国家乃至整个亚洲国家 要立足亚洲和平发展的整体利益 求同存益 求同化益 不断夯实十家三机制的合作根基 共同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携手促进地区发展的繁荣稳定 要努力构建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 接着呢 看这是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7号也在雅加达的东亚峰会期间 会见了澳洲总理爱巴尼斯 李强表示双方要本着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 互利共赢的精神 妥善的处理分歧 推动两国关系更进一步的发展 也表示近一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国跟澳洲的关系持续积极改善 中国方面愿与澳洲方面抓紧重启 和恢复各领域的交流 继续推进外交 经贸 教育 领事等领域的 机制性对话磋商 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而李强在昨天也在印尼考察 中印合作的亚万高铁 他表示要确保高铁高标准开通和引运 而中国方面愿意和印尼方面分享敬业 好 接着我们再看中国外交部 在今天由发言人毛宁宣布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将率团出访北韩 出席北韩国庆75周年庆祝活动 那么在今年7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鸿忠也曾经代表团 这个是访问过北韩 这是中国代表团自疫情爆发以来首度出访北韩 另外呢 在针对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日前访问 中国与意大利是否要退出一带一路的关联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则表示 中国与意大利的副总理兼外长进行的是坦诚务实的交流 愿意和意大利方面继续挖掘贸易 还有投资潜力 在这一方面 何亚东说自意大利的副总理访问中国期间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了友好坦诚务实的交流 双方就进一步提升双边贸易水准 便利相互投资达成了诸多共识 中国和意大利方面一同继续深化互利合作 不断挖掘贸易和投资潜力 会进一步丰富双边经贸合作成果 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 实现更大的发展 接着我们看到在经济层面 现在中国海关总署就在今天发布的是8月份 全中国进出口的总值 在资料方面则显示8月份出口年减8.8% 而进口则是年减7.3% 出口连续四个月复成长 进口则维持年初以来的跌势 现实外需不振内需下滑 制造业现在承压是越来越大了 不过在中国的这一个房地产的政策 可以看到有所帮助 在现在可以看到因为政策的方面 在中国的房地产企业的股价 现在都往上涨了 香港上市的中国大陆房企股价 在今天还是持续的上升 有多家开发商股价涨幅还一度达到双位数 不过比过去的相比较的历史高点来看的话 现在的股价还是处于低位的 而大陆深圳市在近日 是容许香港跟澳门的居民 来购买在当地的商品房 在现在深圳市住房公基金管理中心的 相关人士已经证实 在现在这个政策是最近几天才更新 接下来就会告知相关职能部门来执行了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中国方面的报道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这个中国新闻之后 下边我们要把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由台北新闻主播接报为您播报 请和我继续一同关心 德州的听众朋友们早安 我是中央广播电台陈子华 现在提供给您台湾今天的相关消息 正在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访问的 参议文总统在当地时间7号上午 和随团的媒体查续 总统在答复提问的时候指出 对外试图影响台湾2024大选的力道 持续增加 方式也更多元 民众必须要提高警觉 而至于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参选 是否让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 形同躺着选 总统对此则是表示 赖清德的人格特质就是权力以赴 不会因为领先而松懈 总统说 我不会觉得他是躺着选的 首先就是他的人格特质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他决定要做一件事 他都是权力以赴的 所以他不会因为 就是说或许他现在有一些领先 他就会松懈 我看没有 我看他还是忙进忙出 非常的投入这个选战 另外针对赖清德 尚未宣布副首的人选 但我驻美代表萧美琴最被看好 因为总统和萧美琴交情很好 媒体问是否会协助促成 或者是曾经和赖清德讨论过 总统表示 历来副首人选都是由总统候选 决定而且自己去谈 但是如果需要他协助 他当然会帮忙 而对于鸿海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决定参选 总统认为在民主国家 参选是每个人的权利 他尊重也祝福 陆委会在8月24号宣布 恢复开放陆籍团客来台 但是也没有宣布实施的日期 因为会是大陆方面的回应 最后再决定开始实施的日期 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表示 政府在日前做此决定 是因为大陆方面表达 他们愿意接待我们的团客 我们也愿意接待他们的团客 这是基于对等互惠的原则 所以等陆方有正面的回应之后 就会马上订定实施日期 詹志宏说 现在只剩下一个关键 就是说大陆方面 是不是愿意放他们的团客过来 那我们已经展现出最大的这个善意 而政府从9月1号开始恢复旅居 以及留学第三地的陆籍人士 可申请许可来台从事观光活动 詹志宏指出 截至到6号已经有8000多人提出申请 在审查之后 也有人已经被核准来台 等过一段时间 陆委会将会主动断说明实际的成型人数 民进党总统参与赖清德 全新的官网在今天是首次的亮相了 在整合6月底上线的募款小物网站之后 推出了2024赖清德官方竞选网站 以创新团队创新设计以及创新互动为主轴 采便当盒的风格来设计 并且将导入生成式AI技术 以增加民众对赖清德的了解跟互动 另外赖清德在新北市 外里的老家被质疑是违建 赖清德在今天表示 他的老家是在民国60年 北部区域计划进行建筑管制前 就已经取得了门牌 整修的时间也在新北市政府颁定 合法、合法、房屋证明处理要点之前 虽没有违反管制的要求 也没有违建的问题 他说 那个老房子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 也在民国60年左右就拿到门牌号 那北部的区域计划施行 对建筑管制开始日期是民国70年2月份 那换句话说那个房子的存在 在根本上是没有违反区域计划管制的要求 也没有所谓违不违建的问题 同时赖副总统并且强调 门牌号码的存在就是一个证明 而且从这两个时间点来看 便可以清楚知道 这种房子是否合法、是不是违建 他并且指出 新北市政府都有相关的资料 也可以调行照图来确认 便可以厘清社会的疑虑 如果有需要他配合之处 包括提供各种资料 或者是进行任何的程序 他都愿意配合 另外国民党总统参选 侯友谊在今天时到了花莲 拜会花莲县长徐真伟 和党籍立委参选座谈 被问到此行是否要跟 被市委市挺郭的立委傅坤奇破冰 侯友谊表示 大家都是国民党会团结面对一起努力 媒体决委是否担忧 在花莲挺后力道不足 侯友谊则表示 不管是花莲县议长或者是明代 只要能够让人民安定过好日子 都会一起努力 侯友谊说 而2024总统大选火热 蓝白如何整合也备受关注 国民党立委陈宇珍在监表示 加持国民党总统参选后友谊 以及民众党总统参选 柯文哲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都觉得自己要当政的 就不可能合作 目前就看三人谁愿意登高一呼 先说出不一定非自己当政的不可 他也建议三人应该越早谈越好 希望在11月初有雏形 而民众党主席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 即昨天是发布了 巴士量表放宽 长者健保补助等医疗的政策之后 在今天更召开记者会抛出了 代理玉木解禁以及安乐死的议题 并且表态他个人支持这两个方向 希望透过记者会向社会展开讨论 没有明确表示会纳入政见 而前总统陈水扁医疗小组发言人 要害救济基金会的董事长陈钊兹 长期推动代理玉木解禁 他也现身直指 民进党前立委黄淑英 台中市副市长王玉敏 阻止代孕法令的推动 柯文哲也强调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解决老百姓的问题 他个人想不出为何要反对 法令甚至在立法院一堂就是19年 柯文哲说 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 为什么查 因为不知道什么样的理由 要去禁止这件事情 我个人是无法理解 我个人的理念也是说 政治就要解决人民每天遇到的问题 所以这大概是今天这个记者会的意义 而媒体也问到 独派色彩浓厚的陈钊兹在今天现身 是否代表气赖挺科 柯文哲则是回应 很多事情不用马上扯到政治 他跟陈钊兹已经相似多年 也都曾经是阿扁民间医疗小组的成员 这个经验更直接促使他踏入政坛 选上台北市长 另外针对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小平表示 独立参选总统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比较适合担任海集会董事长 对此郭台铭竞选办公室发言黄世修 在前面表示 海集会是办官方单位 真正负责连岸关系的官方机构 是陆委会或者是总统的连岸政策 民进党执政下 连岸沟通管道全断 海集会陆委会都没有发挥功能 黄世修表示 郭台铭在国际连岸都有人脉 但需要他担任海集会董事长 会不会太小看他 黄世修说 可是会不会有点太小看他了 就好像说前阵子甚至国民党有传出 要让郭台铭担任立法院长 可是一个国家的政策 主要其实还是决定在总统 由总统再任命行政院长 来主导整个国家跟社会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格局的问题 那钟小平议员的这个建议 那我们也感谢了 帮郭董找投入 但是呢 我们瞄准的是更远大的目标 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取得执政权 才能够解救台湾现在目前的困境 而郭台铭推动参选连数 传出一份连数书的价码是新台币300元 对此黄世修表示 连数不可以有对价关系 外界很多的说法都已经触法 他也呼吁民众 现阶段可以先向亲友预告 即将要开始连数 但是不要轻易把各资交给来路不明的人士 黄世修并且指出 郭台铭这几天都在台北市 因为觉得连数快要开始了 他要站守在台北处理相关的规划内容 年初的蛋荒 农业部推动专案进口鸡蛋 外界之一 从巴西进口的鸡蛋的超私公司因此获利 农业部次长陈俊吉 在今天在行政院会后记者会表示 台湾鸡蛋有部分来自于进口 但向来自给自足 在今年2月3月缺蛋蛋价高涨 政府决定和民间有经验的业者合作专案进口鸡蛋 陈俊吉并且表示 生鸡蛋进口有复杂性 包含要先确认是否为生鸡蛋出口国 建议以及卫生条件 以及鸡蛋包材是否符合运输状况 加上政府接下进口鸡蛋会面临阻力 所以才找有经验的贸易商 以快速取得进口单元 而同时行政院发言人林子伦也表示 行政院长陈建仁已经请农业部持续地透过 各种管道对外事宜 避免错误资讯误导民众的认知 甚至再次造成国内民生物资市场的动荡 以上就是今天台湾的相关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持人